精神科医师指练母情节?柯文哲,她有拍照吗? 图中央社 台北市长柯文哲过去受访时,几次曾说出我妈妈说,引述母亲的言论来应对媒体提问,加上柯妈妈不时出现版面上帮儿子救火 精神科名医杨聪才认为,依照临床诊断,柯文哲有恋母情节,柯文哲听闻后则反问她有拍照吗? 柯文哲过去偶尔引用母亲的话,加上太座陈佩琪与其母亲有相似特质,被精神科名医杨聪才认为是恋母情节 柯文哲22日受访听闻此事 先说跟妈妈讲话就叫妈宝,不会吧?接住更不高兴反问她,杨聪才,有拍照吗? 而柯文哲太太陈佩琪之前提告电视台,又枪声丁手中适可而止,被外界笑称是自走炮,对此柯文哲母亲何瑞英认为,当自走炮无方 不要得罪人就可以,还说欢迎丁手中太太也出来当自走炮,柯文哲得知后笑说我们家一个比一个自走炮 图中央社 台北市长柯文哲过去受访时,几次曾说出我妈妈说,引述母亲的言论来应对媒体提问 加上柯妈妈不时出现版面上帮儿子救火,精神科名医杨聪才认为,依照临床诊断,柯文哲有恋母情节 柯文哲听闻后则反问她有拍照吗? 柯文哲过去偶尔引用母亲的话,加上太座陈佩琪与其母亲有相似特质,被精神科名医杨聪才认为是恋母情节 柯文哲22日受访听闻此事,先说跟妈妈讲话就叫妈宝,不会吧? 接住更不高兴反问她,杨聪才,有拍照吗? 而柯文哲太太陈佩琪之前提告电视台,又枪声丁手中适肯而止,被外界笑称是自走炮 对此柯文哲母亲何瑞英认为,当自走炮无方,不要得罪人就可以 还说欢迎丁手中太太也出来当自走炮,柯文哲得知后笑说我们家一个比一个自走炮 图中央社 台北市长柯文哲过去受访时,几次曾说出我妈妈说,引述母亲的言论来应对媒体提问 加上柯妈妈不时出现版面上帮儿子救活 精神科名医杨聪才认为,依照临床诊断,柯文哲有恋母情节 柯文哲听闻后则反问她有拍照吗? 柯文哲过去偶尔引用母亲的话,加上太座陈佩琪与其母亲有相似特质 被精神科名医杨聪才认为是恋母情节 柯文哲22日受访听闻此事,先说跟妈妈讲话就叫妈宝,不会吧? 接住更不高兴反问她,杨聪才,有拍照吗? 而柯文哲太太陈佩琪之前提告电视台,又枪声丁手中适肯而止,被外界笑称是自走炮 对此柯文哲母亲何瑞英认为,当自走炮无方,不要得罪人就可以 还说欢迎丁手中太太也出来当自走炮 柯文哲得知后笑说我们家一个比一个自走炮 柯文哲得知后,圆中央社 柯文哲得知后,在柯文哲的同学中,相当自走炮 柯文哲得知后,不知赢? 柯文哲得知后,在柯文哲的同学中,在柯文哲的对护人家中央社 台北市长柯文哲过去受访时,几次曾说出我妈妈说,引述母亲的言论来应对媒体提问 加上柯妈妈不时出现版面上帮儿子救火,精神科名医杨聪才认为,依照临床诊断,柯文哲有恋母情结,柯文哲听闻后则反问他有牌照吗?柯文哲过去偶尔引用母亲的话,加上太座陈佩琪与其母亲有相似特质,被精神科名医杨聪才认为是恋母情结。 柯文哲22日受访听闻此事,先说跟妈妈讲话就叫妈宝,不会吧?接住更不高兴反问他,杨聪才,有牌照吗? 而柯文哲太太陈佩琪之前提告电视台,又枪声丁手中是可儿子,被外界笑称是自走炮,对此柯文哲母亲何瑞英认为,当自走炮无方,不要得罪人就可以,还说欢迎丁手中太太也出来当自走炮,柯文哲得知后笑说我们家一个比一个自走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